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记伴侣一起来跟我们分享 来 首先要欢迎的是我们的季宇师兄 毕秀好 大家好 接下来欢迎的是慈禄师姐 来 毕秀好 大家好 我们曾经听您的分享跟演讲当中提到 当时候您开始结合了自己公司原本这个善之家 后来词记也这个模式进入到之后行善 你似乎心中就开始有一种想法 我们家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做慈记 旁边这一个人只是在那边当加油啦啦队 什么时候真的觉得有那种意念 想要把我们的季宇师兄给杜静来慈记 其实我做慈记没多久 我就自己感受到说 慈记的这个慈善事业 其实是个菩萨道 那因为我学佛 我了解这个因缘殊胜 我们才能够碰到菩萨道 所以我是很欢喜 甘愿在做 但是因为你做慈善就会 就人家知道就很多会人提报个案 那开始个案就多 但是要增加志工并没有那么快 第一个我就想到说人手的问题 我也希望我身边人有福报 那我很了解我的师兄 他其实个性非常单纯 他心力也很好 那我开始一直做就一直忙 那他其实很轻松 他就兴趣 就是去打高呼吸 我去亚信 那我觉得那个本来是没有什么事 不过跟我现在做的事 他比较起来 那就是真的意义相差很多 一个是个人的享受 一种是为苦难的人的服务 当然我也希望他有福报 又具有智慧 那我想这样做下去 我们才有共同的力量 所以我会很用心想 千方百去就是要把他拉拔进来 所以每次在谈 因为实际的活动都在礼拜天房市 礼拜天就是他跟朋友去约 打高呼吸 我说那你那天不要打 我们就会在这边就意见不同 你干嘛就阻挡我 就类似这样拉拔 不过我是很弃而不舍 我觉得说 就是我每次讲 十次总有一次姻缘 你会听进去 那我常常会跟他分享个案 然后慈祭的那个重书 我也是在家到处摆 希望他能够看到 所以我每天的早课 我也都是跟佛菩萨祈求说 慈祭的菩萨道真的是很好 帮助很多需要的人 那我们自己做 我们自己感受 感受很深刻 有这个福报 那我希望我师兄 他也有这个福报 姻缘能够进入慈祭 我们一起 这个家庭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所以我这样每天发愿 我半年以后姻缘成熟 所以很认真的跟菩萨讲 很认真 因为不是只有 为我们自己 我们是看到 那个苦难的需求 其实我觉得聪明 上人说聪明跟智慧 其实还是有点不同的 那聪明的人有时候 会很知道我的另一半 想要做什么影响我 刚刚师姐有提到 就在家里任何地方 就这边也摆一本词迹书 那一辈来的月刊 或者是时时刻刻 都让你有机会接触到 聪明如你 我们的季宇师兄 你是看到了之后 会真的去把它拿来 还是反正这个我知道了 那个我晓得了 然后就把它摆在原本 你是哪一种模式 因为我个性比较随性而安耐型的 所以我看杂志 没有刻意要看哪一种杂志 把它到处摆 那我就说反正无聊 什么哪一本起来翻 里面东西也不是很枯燥 老实讲里面也都是好人好事的东西 对 当然看了也会有一些 自己也有一些心得 那其实在这个之前 有时候我从马六甲开车到吉隆坡 那时候我在车上会放音乐 对 那时候他也是用技巧 他说我这边有一些 以前不是有镀跟雾那个吗 对 录音带 录音带 这个我从台湾来我还没有看 我在车上 因为要两个钟头在车上看 我说好你要看就让你 你要听就让你听就放下去 可是他听的时候 我当然也会听到 对 可是我也不可能说故意不听 因为在车上这么安静的地方 我一定会 一定会耳朵一定会听进去 慢慢听 这个东西讲得还蛮生活化的 听一听 这个故事蛮感动的 它里面都是感动的故事 那有时候我真的会觉得 听到很感动的时候 老实讲会流眼泪 那时候我就不让他看到 我男人脆落的一面 我就舍得把它咬住 不让他眼泪流下来 或者大哥他要眼镜 他看不到这样子 那时候他开始进职机之后 他就说 这个志愿应该男生要进来 那时候在海外 我们没有什么朋友 就是打高尔夫球的朋友 那礼拜六礼拜天 就是我们运动的时间 那时候他开始 就说希望我也能来做 可是他礼拜六礼拜天 都是职机的访试的时间 那我打球也是礼拜六礼拜天 冲突 那我就跟他讲 我没有挡你 你就要 我没有挡你做职机 你就要感恩我 你不要把我拖下水 直到有一天 他有时候回来 会跟我分享一些歌 我会听 原来这个地方 还有这么可怜的人 他下面给我看 我说你讲得很感动 可是下面拍的都不感动 下面拍的都没有把 把那个重点拍出来 我说下声你去我帮你拍 后来他们去帮了什么 老妇人 那个先生是已经连老力摘了 然后儿子是有点失智的 然后这个老妇人生病 在那边生个路窗这么大 那他们去帮他插澡 大概三个师姐去 两个扶他 一个扶他 一个去提水 一个帮他插澡 那我就负责拍照 那我就因为以前我喜欢拍照 我有参加摄影视 我学整套摄影的东西 那我就很会拍 我就看怎么样用我的相片 把这个感人的个案 把它凸显出来 让人家看到重点 我就拍一拍 可是我拍的时候 我就会重点 我就会眼睛聚焦在那个重点上 这个路窗这么大一个 我看然后旁边有人 在帮这个妇人插澡 几个人 一个人扶他 一个人怎么样 这样子 竟然把那个感动画面拍出来 因为那我一边拍一边 就会自己有一分感动 因为我看得到 现场有那个情境在 那拍完之后 你相片出来 你总不能就放置 你要写相片解说 对 我就写 什么时候直进人 利用上班时间 去帮照顾物插澡 利用礼拜天 没有上班时间 去帮住在深山里面的照顾物 盖物资 我就会写 大概有十张相片 写十个解说 十个解说写出来之后 你只有相片解说 你没有一个大纲 告诉人家说 这个大概什么故事 也不行 所以中间还要写一个 五百字 三五百字的那个 故事大纲 也是我写的 你三五百字的大纲 写出来了 这个故事整个都结案 做了两三次结案 结案你要把它做 一个完整的报告 那个大概一千五百字 等于是这个祭品的 整个个案 个案报导 当初都我写的 慢慢慢慢 他就说 他就叫我去访试 老蓝院打扫 我也跟着就下去了 也是很容易 老实讲 因为我们在那个地方 礼拜六 礼拜天 老实讲 你高老夫就 偶尔牺牲一两次 也无所谓 结果后来就完全牺牲了吧 后来就是这个过程 后来他跟我讲说 你已经做慈祭几个月了 至少你要回台湾 去了解 我在台湾 我也不知道慈祭 他说你会回慈祭花蓝 去了解慈祭 我说几天 他说要十天 没有 七天 七天 我说太久了吧 七天去台湾七天 早上还要三年多起床 我说我没办法 他说 他说我叫你去泰国 我叫你去泰国打扛呼 你有什么时间 我说这个就有 他跟我讲说 我跟你讲 他讲一句话 那很经典 他说我跟你讲 一个企业家 一年错不出七天 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那个企业是失败的 你才讲这句话 那我就是这个人 不能拿起一击 我就好了好了 去天去天 懵懵懂懂 就带了二十几个人 回台湾去 金社去寻根 那一次就让我很感动了 本来我是非常固执的人 可是我那一次在那边 归一上人 了解 所以有时候很固执的人 也是很容易处理的 所以你完全是掌握住 他会有什么样 后续的反应 对不对 就在灵门一角 剩下的灵门一角 真的 然后寻根回来 我就很精进了 我就在那边 每个月办大型的发放 在我们工厂后面的餐厅 办大型的发放 所以后来的话 也因为师兄的加入 所以你们在 访试的一个层面上面 还有比如说像他提到 就方方就回来 自己的工厂的地方做 这个是 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规模 很固定下来的吗 对 每个月一次 三四百位的照顾夫 一个月都把它 载到我们工厂后面来 我们的长衣有中衣膝 免费帮他看病 免费的 还帮他剪头发 剃胡须 还有喂食 然后中午请他吃一顿饭 吃饭的时候 还有志工表演给他们看 他们也可以上台去表演 唱歌或乱笔乱笔的跳舞 让他们欢乐就对了 所以当时后来付出的这些 都是自己公司的员工吗 是从我们工厂的员工开始 那员工他也会影响他的朋友 所以到发放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有一些志工进来了 所以我们的发放跟台湾的发放 有一点点不同的地方 就是说 因为当地的交通是 公共交通是不方 没有那么发达 那他们都住在比较偏远的区 那个村子里面 都要我们志工 要开自己的车去把它载来 所以等于说我们如果说有 七八十户 就要有七八十辆的车 要去到不同的趋势再来 只有这一点是蛮挑战的 了解 所以这个就是当师兄开始加入进来之后 整个慈善 我们要去关怀的层面更广 而且更贴心 所以大家有天天都听到 我们这一出戏的片尾曲了 有一句台词是这样子 歌词是这样子 雨露落下遍地开花 他们之后呢 这个慈善的花朵会如何地开呢 请大家持续地收看我们精彩的戏剧 那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季语师兄 慈禄师姐今天跟我们的聊天 谢谢 感恩 感恩 醒悔 出面 实际 别 溝